这是孟比尤斯奥特曼 还有希卡利奥特曼 一位是光之国竞技场的大教练 一位是光之国的大科学家 那如此文武双全的两位搭配起来 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嗯 咱们没有卡槽 也没有变身器 场上就只有这么一个M字的罐子 那这是在暗示什么呢 兄弟们 听说长按点赞 可以锻炼手部肌肉 有利于身体健康 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战斗吧 嗯 开局就是贝利亚是吧 你这就过分了 不过不着急 看我给你修个走位 杀 泰塔斯奥特曼继续开 诶 正好这后面是一个小金牛 让泰塔斯稍微挡一下 来吧小金牛 多给我来点好植物 杀 诶 小迪来得正好 那前面这几个杯俩 咱们就不用怕了 直接全给它砸开 艺术就是爆炸 这么多大嘴花呀 行 那今天就让你吃个饱 再开几个罐子 嗯 这第四路居然有小丑僵尸 但没什么用 直接一口闷了 既然吃饱了 那就上路吧 我去 两个红眼碑利亚 不行不行 快快快快快 快快 顶一下 诶 快了 这下居然没躲过去 快 西卡利奥特曼也来顶一下 坚持住 马上就要结束了 哦 太好了 不愧是我们大科学家 正好 这红眼碑利亚 给了两个孟比姆气息 还有向日葵 那么 孟比欧斯奥特曼 给我回来 OK 正好看一下 卡槽里是个什么东西 我去 居然又是孟比姆气息 吻了兄弟们 200阳光一个 那就趁这个时间 把剩下的小僵尸全部搞掉 有了玉米炮的加持 就算是小僵尸来了 我也不怕 行了 咱们的阳光也终于够了 那么 直接给咱们的西卡利 和孟比欧斯奥特曼 一个孟比姆气息 出来吧 孟比欧斯凤凰形态 代表着未来和信念 集合了人类 与奥特曼之间 羁绊的最终形态 这就是孟比欧斯凤凰形态 直接开三个贝里亚的罐子 给我解决他们 OK 完美搞定 这里甚至还有一个 欧布奥特曼豪万形态 今天的运气简直无敌了 OK 全部消灭了 出来吧 小金人 来试试孟比欧斯凤凰形态的实力吧 这才第一波 就给了两个黑暗迪加 还有紫卡的格力乔奥特曼 好 那这下咱们就能够战胜小金人了 就算你扔车又怎么样 消灭了我们的奥特曼 但消灭不了我们与奥特曼之间的羁绊 你看 特利加奥特曼 黑暗迪加 双子格力乔 然后又是孟比欧斯凤凰形态 还有欧布豪万形态 那这小金人还玩什么呀 我们不去 Animization 也想 survival 哈 还有 腐寒血 屌业 不是 有 曙太儿 惠 我们